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二的LipRate行业要文概述 EBS昨天宣布将会推出EBS Select一款匿名的分段的且双边的流动性产品 这将促进该公司多产品性报价的发展 作为iCup集团旗下领先的电子外汇业务发展公司 他们计划于2015年早期发布这款产品 EBS的客户将能够进行独特商品标志的交易 并能够在保持匿名的情况下获得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执行 英国金融点差交易公司LCG集团上周做出一项有趣的举动 他们在公开市场上回购了自己公司的四万五千股 这也是LCG集团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回购 之前他们更愿意持库藏股而非目前的回购 由于新的需求的引入 股票售价从周三的28.50辨识升值到周五的31.92辨识 Shift Forex新媒体机构将会为寻求全球化发展的外汇市场公司 推出全球范围内各个方面的行业广告服务 该公司有五年从业经验 开发并提供给了领先外汇经骑商技术公司 和银行同类最佳的数字和印刷媒体宣传业务 公司强大的购买力和外汇出版商资质 使其能够提供比寻常更好的业务服务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